透過手機錄下窗外基伏半夜的景象 面對俄軍不斷揚言要拿下他的手機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不是躲在地下碉堡 而是選擇開戰以來 首次現身位在基伏的總統辦公室 直接嗆普丁自己不會豈人民於不顧 眼孔雖然面露憔悴 卻仁振振有詞 精神喊話 當然能讓烏軍失蹊大政的不只有強人總統 將餐點一一裝入碗中 來自世界中央廚房的志工 前往烏克蘭靠波蘭邊境 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向好幾萬名難民發送熱食 西班牙米其林二星主廚也親自坐鎮廚房 透過料理帶給烏克蘭民眾心理撫慰 表達對俄軍入侵的強烈抗議 烏克蘭是一個方法 是說你不會讓我的人餓餓 同樣撫慰人心的還來自一位烏克蘭小女孩 熟悉的冰雪奇緣主題曲 在簡陋的防空洞中不斷環繞 小女孩阿米利亞在媽媽的鼓勵下 在戰火中首次發表個人演唱 歌聲溫暖人心 烏爾大戰持續13天 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刻 烏軍之所以能持續抗戰 除了有烏克蘭總統 泽倫斯基勇敢迎敵的大將之風 更有許多無名英雄 在背後默默給予支持 暫力新聞線條報導